一个政党像国民党跟民党这样的实力 要四分之一的人不然 那当然他们这个只是一个腐烂的讲话 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罢免要满一年以上才可以 那他们现在才第一个废棋 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就是 就是那种恐吓的意味 那民党 因为民党没什么布了 他们就是先在自己执政 然后找一些外面的人来这边 你应外合就好像自己很有很大的声势 民进党你越怕他你越完蛋 你就是跟他战斗到底 这是必然的 那今天在立法院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属人头的一个国会 那大家来比啊 民党现在所提出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方便 因为你只要把他过去的主张 或他的讲法 现在连影片都有 那有一堆瞎子就没看到 就在那边喊东海西 真是可悲啦 这种人出来要去挺民进党 然后不晓得这些主张都是民进党的主张 长期的主张 赖清德 蔡英文的主张 长期都是啊 那现在只是他们执政 执政就奥犯 不准人家监督啊 啊谁在扣钱 当然是他们在扣钱啊 有多少人被查水表啊 里长 同乡会 有多少人被查水表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扣钱已经扣到公权力 对不对 大家看这几天杨慧如那个案子 都替他解套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民进党的扣钱 已经无手不用其极 然后很多人说 我们要去挺民进党 你真可笑耶 你的主张 你的诉求 就是民进党长期在做的啊 过去八年 过去八年有多少案子 在立法院连讨论都没有讨论 一分钟之内就二读三读耶 你们人在哪里啊 怎么会有那个脸说我站出来要挺他们 那你这是不知羞耻嘛 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觉得说一言之哦 他当然 他会 在这样立营的台 大家刚刚听靖平讲 在立营的台 那民进党 他们都会找 就一个去陪衬 简单讲 那蓝营有些人 陪衬以后就顺着立营的人讲话 这是我们过去所批评 讲考听是为了平衡啦 因为电视台还是要稍微有中立一点嘛 但是一言之很勇敢啊 他就上去讲 那讲这些人就围剿他 这真可笑啊 那 人都就是代表对的吗 就代表是真理嘛 不是嘛 因为民进党太好打了 你得要拿他过去的讲法出来 就是我现场秀给大家看啊 不过我们也清楚啦 其实你录影的东西 对民党不利的东西就被剪掉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们好看哦 其实国民党千万要挺住 就是你不要理他 你把国会这无法 就是把他表决过 那你表决过 所有的过程都是合法的 不是赖金德讲说 哎呀非法 怎么会是非法 国会表决怎么会是非法 所以今天看到了 民进党现在 因为他们过去吃香喝辣 八年横行无阻 把立法院当立法局 已经灌了嘛 那现在没有这样的甜头吃了嘛 所以他们现在就用这套模式 然后出来 出来以后发现 还是考不了便宜 就想说 那我去仿效一个太阳花 找一些 所谓的学生 或者怎么来这边 要后 那好像这样就可以怎么样 那今天 时空已经不一样了嘛 过去是马航九当总统 国民党执政 你 还有一点点道理 对不对 说我们跟执政对抗 可是全世界最丢脸的 不就在台湾的立法院吗 全世界年轻人谁不是反政府的啊 只有台湾这种 像北韩的模式一样 跳出来说我们挺政府 真是可笑极了 所以你今天看这些荒谬的 镜头一再的浮现 然后民进党那会说 我们动员多少人 为什么他敢这样 因为民进党掌控台湾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媒体嘛 那他媒体 人数越写越多 然后越扣大 好像自己都了不起 那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因为我们现在1月13才投完票 地委21号才就职 这是最先的民意 你讲你有多少民意都是假的 我讲就是假的啊 为什么 真正民意就是选票出来 是多少票 多少人头 简单讲就这样 民主的意义也在这里嘛 要不然每个人 随便校计一二十万人 三五万人就说 我代表人民 这个人代表什么人民 你要去投票才能够代表人民啊 看你投出来的票是多少啊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民主 里面的一个常识 民进党现在知道说 我投票投输了 所以我就找一堆 自称所谓的人民出来 嬉皮笑脸 我老实讲 毫无震荡性 对不对 今天全世界很少人看到这样 当家闹事 然后找人出来 那出来以后 都是非常可笑的 川普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选举输了 就笑计他的人来到国会里面 你知道国会死了多少人吗 五个 五个人就被打死了 后来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 清闹的人都陪伴重罪 川普都不是我 我手指的 不是我 不是我怎么样的啊 和他没有关系啊 各位可以看到 这所谓的 这种民粹在台湾 民进党 把它演得 非常的 大 然后好像要让全世界看 全世界看 他绝对是认为是个笑话嘛 这就是一个常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国民党要有更多的战将 要出来捍卫自己敢讲的话 你一推让 一定是没有死守 绝对是这样 因为民进党软土伸结嘛 他意向这样啊 所以你今天 在人数多的时候 那你要不趁机赶快把这些 把它表决过关 你就死了嘛 马航九时代 立法院国民党够办啊 很多法院够不了 人事案够不了啊 为什么民进党在那边闹啊 国民党很多人就让他一点 让一让 你真的死无葬身之地啊 民进党就执政了 下来就十二年了 国民党就很难翻身了 所以 南京的支持者是希望 看到他们选出了这些民意代表 像艾恩之一样的勇敢 像习巧心一样有 平静 对不对 大家看到谁不自相 像王洪辉他们 即使 外表是肉泥子身上伤痕累累 对不对 大家看他秀出手臂 可是 大家要占到底 那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 大家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在立法院 使出了那些暴力 然后再找一些外院的人 在那边理应外合 然后 讲得活灵活现 其实那个 都不能代表台湾多数的民意嘛 你可以看到最近 有能够定力吧 58的人支持国会改革 当然国会要改革啊 今天如果你要到 我们台湾其他的议会 譬如说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议会也是 里面的条文也是 反执行 是他们所不容许的 不能藐视议会 虽然他是地方议会 没有什么划辙 但是 你今天可以看到了 这个就是 一个民意代表 他的卑微请求 他认为说你官员不能来这边胡隆我 甚至讲谎话嘛 那今天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情情激愤 是啊 大家看 台北市议会这几天 为了金华城找 彭震生来 彭震生都不来 大家讲说怎么可以不来 对不对 你在我们当过副市长 你那时候做的这些 这些决定 你要来个说明啊 也没有说你犯罪 但是当初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啊 这个就是尊重啊 我觉得 其实民进党现在 他很多东西 就是自己打自己太明显了 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 其实你不要管 他表现上好像有多少人说怎么样 现在你讲过的话 做过的事情 都有影片 都有影片 不是以前说讲过就算了 他是有影片 你怎么讲 那活生生的再呈现出来的话 就知道民进党这些人 他们的手作所为 如何是双标 如何招令戏改 然后如何自己那种言不由衷 硬要拗 民进党过去认为说我拗就赢 马上就执政我们拗就赢 现在没有这样 蓝营如果退一步的话 那就死无葬身之地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优优独播剧明镜 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